这个是开始了,我希望大家认识一点了 那普遍呢,我们从这里看啊,我们是加过女生,相当于验证了两次,对不对 那看之后你看,女生这个看上完,我们称之为死亡微笑 那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可以讲解的一个地方,女生上来给你发电话的地方,你们普遍的原因,对 我觉得她还挺好在主动化 对啊,主动化,但这个表情是不友好的一个表情,对啊 那其实反正这个,我觉得对于听了两篇课下啊,这个应该不是难点啊,对啊,你看 她发表情,同样的,我们也发表情,只不过我们就更友好一点 那女生就是,直接就相当于开启的话题,对吧 刚吃完饭,那你看,这里就属于正式开启两天了,啊 这就相当于一个课讨一下,刚吃完饭,然后你看,我们就开启这个 那我们这样讲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你们可以解读一下 也许话题 我猜一定是好吃的 关键词造句 对,是造句款别啊,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啊 你看,女生的反应 哈哈,这个属于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呢 对,你看,女生,对吧 我们又,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那你们找下这句话的关键词吗 那,还有呢 对,所以说我们聊天永远就是 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点可以去找 那,你看,女生的反应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 那为什么拉伸,拉伸的点在哪里 调伸代表的是 调传,怎么都可以调传 调伸的 这个女生的一个 从认识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们这两天上课下来的一个全流程 你们都会 就回去之后都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如果说要打逆风局的情况下 你看,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一块 那其实女生反应都挺好的,对不对 啊,后面会有反转的 那我们继续在这里 为什么说浅尝一下 就连接的点在哪里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连接的 对,因为那我们就可以浅尝一下 就尽量是有一个连接点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硬拉的话 他比如说他这里叫什么 啊,我叫鸦哥 你这么说,啊,我浅尝一下 你浅尝什么的 对吧,就很尴尬 但是他说他叫苹果 然后我们这边讲甜甜的 他说感觉很准 那我们就来尝一下 对吧,自画感是一点一点建立出来的 你看女生那个反对这个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就很友好 然后他又讲了一下 那其实这个你们会怎么理解 讲吧,讲吧 不是啊,不是下一句理解是什么 你是给一条女子 啊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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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大白兔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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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个区域的话 就会有一点 比如说啊你说大白争买 哎 大白争买买的那种感觉 小时候吃过没 那我们这句话就是 他感受到了就是 我们要开车的感觉 女生就 哎 小时候吃过没 他给你聊从年去了 你看一句话这个意思就 全部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其实这里如果说 他继续已经和我们 真的那就是开车的方向 但是这样一弄 那这个车 就是去幼儿园的了 你看我们讲 吃过 想吃你的 那我们就加了这样一个表情 继续开车 因为就是这样的暗示 我们是可以去往下带的 你看女生说 这是为什么 这样第一 你看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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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太简单 当我们提了之后 女生他就给我们来个字 是不是很多人会到这会 会蒙掉 对不对 一般 你看 你们会怎么接 那我这个属于什么 那我这个属于什么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我讲一下这里是一个点 画回一下 为什么要画回一下 那开车那个画图 他已经给大家 找到有人去了 然后我们家里面又接个 想去往那高速走 然后他还有退路 对我们也对了 尴尬是在这里 你给了我们这个 让我们想多了 让我们去给他想多了 但是你 你直接给我来个这 让我们就 哎 这就尴尬了 我要不然也去 你看女生就 你是做什么的 你太喜欢自己的 就是这里有一个点啊 当女生主动问你 你多大了 就是关于你的个人信息啊 这些都是好感类的东西 因为他想了解你 但是男的 就不要轻易的去问这些 我们问就是查普 然后我们继续往后面看啊 有些东西我要提问的 我划的多了 你们可能就看到答案了 影响你们发挥的钱 就比如刚才你 我帮你划 我怕你就看他划到后面去了 哈哈哈哈 后面老劲爆了 哈哈哈 就麻烦了 你看啊 那挺自由的 你看我们是 就是比如说女生说你挺自由 先进去过答案啊 你们会怎么会 或者说我们 为什么这样讲 但是这样子 叫什么 对于是这样子 叫什么 给自己放个家 呃 其实这句话的核心点是什么 是这里 那然后 放个家 为什么要放个家 因为比如说 提示不要忙 对 就是为后面 跟女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女生不至于 给我们信息轰大 后面就看到 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好 你看 对